43. 東方日報 納指破頂繼續歌道指低開88 2015年7月18日產經B01美股點擊美國多家科技公司業績省鏡 納指連續第二日破頂 週五組段高見5197點 將34點 道指則下跌88點 暴18032點 歐洲股市變動不大 發股美段微升0.13% 德股則跌0.22% 美股週五組段個別發展 資料圖片 華儲備標57% 金價照跌英倫銀行行長卡尼週四暗示最快明年一月加息 雖然他強調息口只會緩慢上升 三年後緊升至歷史平均5厘的一半水平 英鎊對歐元增創零七年來新高 歐元低見69.443便市 跌0.32% 英鎊一度衝上1.5673美元 為之後掉頭向下 而家園弱勢持續 失手1.3對1美元 創六年新低 中國人民銀行週五公佈持有5331萬安士或約1658噸黃金儲備 較09年相似披露大增57% 並且超越俄羅斯 擁有全球第五大金儲 但金價不升反錯 紐約期金卸至2010年以來新低 每安士報1,129.7美元 跌14.2美元 美國多項數據出爐 六月份消費物價指數C.P.I.升0.3 核心C.P.I.升0.2 兩者均符合預期 同月新屋棟工大增9.8%至以年率計117.4萬間 多過預期的110.6萬間 其內建築批客更達134.3萬間 遠高過預期的115萬間 7月份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跌至93.3點 信譽期的96點 外資湧入中國增持美債美國財務部公佈 美國5月外資淨流入達930億美元 其中淨買入美債534億美元 創下15個月新高 期內中國美債持倉達1.27萬億美元 較前一個月增加69億美元 華爾街日報調查顯示 受訪經濟師認為 美國經濟在消費開支增強於樓市復甦下 足以承受來自海外的衝擊 因此估計經濟增長由第二季估計2.7% 加快至下半年略高於3% 業績方面 綜合企業通用電器G 次季營轉規 43.6億美元 但扣除特殊項目後 每股營利31美先 交市場預期每股28美先理想 收入增加2-328億美元 至銳易收縮金融業務 發展重心回到工業業務 後者上季收入維持269億美元 經營日利則升5% 部門全年每股營利預測 由下限的1.1美元 上條至皆負1.13至1.2美元